我们的左手边这里 是我们的家庭寝区 也就是我们收拾民众 它可能是一个家庭 快速站每张床间隔1.5公尺 有隔屏让休息的居民增加隐秘性 还有专为单身准备的寝区 提供舒适的空间 之前我也没见过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慈祭基因会的这个设备这么好 感觉很温馨 那里面还可以有那个多功能的 这个组合可以当做这个椅子 还可以当做床 这感觉非常棒 比这个实际要躺在地上 要舒服多了 桃园市大园区公所在北港市民活动中 新举办地震避难收容所演练 慈祭之工就在经验丰富 提供心灵关怀和生活祝福包 服务贴近民众 服务隔屏然后服务床 那以及我们现场一些旧带现场的一些旧带物资 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实际上发生一些灾害的时候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来提供的一些协助 那这一次的避难收容所的示范活动里面 带给我们北港里很大的作用 就是当这个地震来临的时候 在所有的里民在应变方面 是怎么处理方式 未雨绸缪建立好防灾应变措施 才能让受灾民众拥有前进的动力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工黄如意 李美如 李月珍桃源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之后